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统1220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是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受到去年低基数影响 内地第二季GDP按年急增8% 但按季升1.3% 比起第一季按季升2.2%的增速有所回落 面对目前中国经济呈现弱复苏的情形 以稳健性来看 可以参考三方面逻辑选股 包括1. 盈利能见度高 2. 去货快 3. 大多数人消费得起等因素 其中可以关注消耗性消费股 例如统一 统一去年下半年收入提速盈利能力改善 去年下半年收入是144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.7% 比上半年增幅6.6%明显加速 市场看好公司未来稳定增长 彭博综合预测统一2023年盈利17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4.2% 统一股价近日你靠稳 昨日收入7.7.3% 策略上参考股值趋势 近10年预测平均市盈率是20倍 目前预测市盈率是16.9倍 明显低过10年平均水平 建议投资者可以等候低至7.3级纳 相当于预测市盈率16倍 直播率更加吸引 上网8.4跌穿6.8就减持 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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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